雪恩姐妳在做什麼 我在許願啊 我在許願看看有沒有辦法 把這個銅板變成黃金 有可能嗎 老實說我覺得如果是單純許願的話 機會好像不太大耶 我覺得還是務實一點 投資ETF會比較實在 喔 對了 最近市面上有一檔ETF00961 聽說這一檔呢 他把高股息ETF 又畫到一個最頂的境界 等等拍片的時候 我們去問一下 ETF單一家古宇老師 請他幫我們開箱這一檔00961 看看這一檔怎麼樣 還有看一下這一檔可貝存 想要看更多ETF 還有理財相關訊息的話 幫我們按訂閱 記得開啟全部通知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財經學人 大家好我是古宇老師 老師你覺得這個10塊錢銅板 有沒有可能變成金幣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這樣問嗎 因為最近市面上有一檔ETF00961 我那時候在找資料的時候 我就看到說這檔ETF 大家說有機會把銅板變成金幣 我就心想說 怎麼可能會不會太誇張了 ETF單一家古宇老師 你說你在看ETF資料 看那麼多檔 用你的Ladar語言幫我們看一看 開箱一下 這一檔00961 他到底是怎麼樣 適不適合投資 適不適合存呢 事實上我們最近去參加了 這一場相關的研討活動 提到像00961的這一檔產品 它的一些設計的邏輯想法 其實我覺得那個內容還蠻不錯的 所以你有先研究過 當然啊 我是研究過後才 這邊跟大家做一個分享的嘛 剛好今天幫我們開箱 像你剛剛講說 能不能夠把錢放大 或是錢變黃金啊 這就讓我想起了一個畫面 這叫做 古代的煉金樹啊 鐵器丟到一個鍋爐裡面去 然後加了一堆 不知所以然的東西 然後希望它可以變成黃金 這叫做點石成金的秘密配方 這叫做煉金樹 我跟你講那個是過去式的 我來教各位什麼叫做 現代的煉金樹啊 現代煉金樹就是呢 運用投資組合 然後呢裡面呢 搭配一些中大型啊 可以持續獲利的個股 以及呢這些個股本身呢 又能夠配發出 豐沛的現金鼓勵 你就可以找出那個所謂的 錢滾錢的方程式啊 我們在做投資的時候 有一個人你一定要認識 這個人呢叫做馬克維茲 他是呢諾貝爾獎經濟學的得主 也是呢投資組合 這個理論的發明人 那他人家說過一句很有趣的話 多元的資產配置 是你在投資當中唯一的免費午餐啊 你如果呢只買單一個項目的投資 或是買單一檔個股 你有可能呢他是一個賭博的性質 因為你不太能夠預期他未來的走向 可是呢你如果今天呢 你的投資是很多股票的組合 很多不同類型的資產 結合在一起的時候啊 你有可能呢 你不需要對他做太多的關注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穩健成長的一個效果 這個就是所謂的免費午餐 所以呢以我們現在人家來做投資來講的話 你要自己去做一個投資組合的搭配 不容易但是呢 你可以透過設計良好的ETF 你也可以得到相同的一個效果 像這個00961的這一檔產品啊 我去做了個研究 他的選股的邏輯啊 基本上就把投資人關注的焦點 全部都包在一起了 然後他寫了有點文作 我幫你做一個白話文的解析 他說呢三大設計主軸 第一個鞏固填期率 這個叫做我只買會賺錢的公司 第二個強化成長的動能 那就是呢如果他的獲利有成長 他是繼續做加碼的動作 那第三個的話呢 把握趨勢主題 其實他這邊講的是類似像ESG投資的概念 那其實永續投資啊 我們過去也有提過這相關的問題 以前的永續投資啊是一個選擇題 可是呢未來 當你在供應鏈上面每個都要求永續投資的時候 要求導入ESG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標配的 所以像這個產品本身的話 他是提前呢幫你把這一些的需求 做了一個整合 為什麼我在投資的時候一定要這樣子選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原因 我們為什麼一定要挑有獲利的公司 ROE一定要大於領的 他在累積的過程裡面 他就可以把他的獲利的能力呢 越墊越高越墊越高 所以呢我們就可以去看到 有獲利能力的跟沒有獲利能力的 事實上呢在整體的獲利的本質上面來講 他是有差異的 盈餘發放率是這個樣子 現金鼓勵啊就代表公司賺錢之後 他能夠拿多少錢來發給你 如果今天他的現金鼓勵能夠越發越多 那是不是代表他賺的越來越多 那你發完之後的話呢 能夠留在公司裡面 繼續當作資本支出的本錢 基本上也會越來越高 所以你在這個選股的過程裡面的話呢 你一定要從鼓勵政策裡面 去挖掘他的一個成長潛力 其實你也不用麻煩啦 反正市場產品都已經幫你這樣子選了啦好不好 這個就是他的一個投資策略啦 那當然我們舉一個比較 簡單的例子來做說明 台積電有沒有聽過 一定有啦 為什麼他能夠從一家公司成長 然後最後變成世界級的龍頭 你看他的財報裡面有沒有告訴你一些很有趣的答案 EPS啊獲利的能力的不停不停的在往上走 其實這種就是一個所謂的成長股的特徵嘛 像台積電來講他從過去到現在 他的鼓勵政策大概都維持60% 其實這樣子有個好處喔 如果鼓勵政策都是接近60% 可是呢我現在還能夠每年配發越來越多的現金鼓勵 這是代表什麼意思 營收成長啊 營收成長獲利成長嘛 才能夠說在我的鼓勵政策固定的情況之下 竟然能夠讓我的現金鼓勵越來越做一個增長的動作 所以呢你今天在選股的過程中 你只要掌握住所謂的這種好的成長股 他都有這樣子的一個財務特色 那你把它給選起來之後 那不就是你把這些成長動能都掌握在一起了嗎 沒錯 所以呢像這檔產品本身的第一個邏輯跟第二個邏輯 就是在幫你把這些東西掌握在一起 而且都是關鍵 也許你沒有學過財報 也許你覺得財報很困難 我跟你講沒有關係好不好 你只要呢挑對一個設計良好的產品 問題就幫你解決了啊 是不是 所以我們才過去到現在一直跟你講說 ETF是什麼懶人投資 ETF是什麼上班族投資最好的朋友 我絕對朋友騙你 因為他真的幫你解決了非常多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跟你講 只要是新的產品 他一定有一個特色 他會把過去的一些現有產品的問題 或是目前投資人關注的東西 他都會幫你加進來 幫你做一些改善的動作 我知道進化論 對沒有錯 達爾文有進化論嘛 ETF當然也有進化論啊 我今天呢在表上面呢幫你找四個指數 你一定都有聽過 第一個的話呢加權指數 是不是知道 有嗎有聽過嗎 第二個是什麼 高股息指數啊 然後第三個的話呢NASDA指數 然後呢再去對比說呢 像這個00961他所追蹤的這個台灣ESG高息的指數 有沒有 你看回撤的資料 結果是什麼就很清楚了嘛 好的設計 就是要讓你在回撤的過程中就站在贏的起跑點上面 像你在投資的時候你才會有信心啊 可以從過去的這個回撤的成績上面來看 大家就可以知道說這樣子的一個產品的設計 你在持有的過程中的話呢 他有沒有辦法去累積出一個好的表現 不過提醒一下喔 就是剛剛老師回撤數據 不會是一成不變的 都會依照當時的這個狀況做一些變動 沒有錯 欸老師現在投資朋友啊 越來越聰明了欸 他們都知道說投資高股息ETF 現在要注意的面向比較多 欸這個是好事 沒有錯 都要多虧ETF 帶人家故意老師的功勞 沒有錯我們教育你們很久了 哈哈哈哈 所以薛倫呢就整理說投資朋友啊 覺得說現在投資高股息ETF 他們覺得可以再優化 可以再注意的三大面向 第一個呢 就是他們現在會知道喔 要看一下 會不會投資這一檔高股息ETF 賺了股息賠了價差 第二個呢 就是成長性會不會相對低了一點 好第三個 因為呢他不是主題性嘛 所以可能動能呢 就會相對低了一下 我覺得好奇啊 這三個都是很務實的問題 沒有錯 但市面上有沒有針對這三點 來做優化的一個高股息ETF 要根本的回答這個問題 要取決於他的產品的設計 讓你有沒有信心 他可以做到你想要的一個結果 你今天說 高股息的產品 他未來有沒有一個成長性 那要看你挑到的是什麼股票啊 你如果挑到那種只能配高股息 但是呢成長性越來越差 或是貨運動越來越差的公司 那當然你的成長性就不好嘛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就是說 你會不會呢賺了股息賠了價差 那就看你的填期的能力好不好嘛 我覺得投資人的問題應該是這個樣子 選股的過程中呢 去兼顧到股息跟成長率這兩個問題 你就要從他的一個選股的策略裡面 來找尋問題的答案 今天幫你把他的一個選股的策略呢 整理在這個地方 你知道嗎 他選股的範圍的話呢 是整個上市櫃公司 整個全部 對 他沒有什麼兩百大或三百大 一道四大 沒有沒有 人家不跟你玩這種遊戲好不好 很多的一個產品啊 他們會跟你強調就是說 我今天的話呢 我是從比如說前一百大啊 前兩百大啊 或是某個特定的產業裡面啊 然後去做一個選股的一個動作 但是我跟你講 為什麼他要這樣子選 因為像這種的話呢 代表呢 自執行的一個選股策略 然後他才會用這種方式來做選股 可是啊 這檔產品本身 我就只有要選那一個 有股息 而且有成長性的公司 那當然就是從上市櫃 1700檔裡面 好好的去做挑選的動作啊 哇 哇這個很吸引人耶 哦對吧 這應該是我們目前開箱以來 第一檔就是所有上市櫃公司裡面 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這就是他的重點喔 太弱留強 哎呦 這個每一家都這樣講啊 幾個重點 首先一個的話呢 挑獲利能力 他是從ROE裡面來挑 因為ROE這個東西的話呢 就是股東給你多少錢 你又賺了多少錢進來 那你今天呢 這個數值越高 代表你運用資產的效率越好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流動性 其實流動性喔 對ETF來講很重要 他可能每一季 或是每半年 或是每年 他都要一定要做成分股的調整 那你如果買到那個流動性很低那還得了啊 請問他怎麼做換股的動作 他沒有辦法做換股 所以呢 流動性呢 不僅是保障投資人 也保障他們自己本身做換股的動作 對沒錯 那第三個的話呢 ESG的篩選 ESG呢 以前呢 可能他是個選配的問題 問題是現在是標配啊 現在沒有ESG還得了啊 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他怎麼選 他選呢 ESG要符合一定水準的公司 這樣確保呢 他在一個環境的議題上 獲利的能力上 以及呢 對供應商的一個上下交互的過程 基本上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呢這個叫做什麼 太弱流強 透過財務呢 幫你做個太弱流強的動作 然後呢 最後一個就是重點 按照股利率排名 而且呢兩段式選股 這就是重點哦 5月的話呢 給你高值利率 所以呢5月的重點是按照呢 我前面這些篩選合格的公司的話呢 而值利率高的 然後呢ROE是證的這些公司 我們來做一個選股的動作 而且他的池很大 幾乎是海邊的耶 不是他就海邊啦 所以他就可以確保說 他選進來這些公司 應該是ROE跟值利率的話呢 都會是比較有中上水準的公司嘛 對不對 然後11月的時候呢 哎 這就有趣囉 按照ROE的成長性做加權 代表說 我今天賺錢的能力 一定要持續的提升 你才有辦法成長啊 也就是說 我今天看到你的ROE呢 他是有成長性的 那我就呢 買多一點 那你今天成長性下降的 我就給你買少一點 所以他5月是看股力 然後11月是看ROE成長 對沒有錯 所以就兩邊都有 對沒有錯 那事實上呢 這也是一種動能選股 你知道嗎 因為動能選股的話呢 有人是用營收的動能在選股 有人是價格的動能在選股 他是用了財務指標的動能在選股 首先呢 超大的選股值 對 然後第二個的話呢 他幫你把這些有成長性的公司 高利率的公司 值利率的公司選出來 第三個的話呢 他完全沒有談到說 事實上他是 有把動能選股的那個概念 加在他的產品設計裡面去的 所以你看喔 他從底層的邏輯呢 解決你投資的 那個幾個大問題嘛對不對 什麼成長性啊 主題性啊 配息率啊 直接透過這種方式 直接幫你做解決的一個動作 投資朋友更關鍵的是說 老師我知道你講了很多 我知道呢你參加這個研討會之後的話呢 非常的興奮 對 知道這項產品非常的興奮 想要跟大家分享 然後也講了這麼多他的一個相關的特點 但是我只想知道 他的殖利率真的很高啊 我們也跟那個單位那邊啊 請他提供了相關的數字 然後來跟各位來做一個分享 那事實上呢 我們這個數字取得很長 因為我只取最近兩年的話 你一定會覺得 最近這兩年大家都很高啊 有什麼了不起的對不對 所以我從哪裡開始跟你要資料 我從2017年跟你開始要資料 七年的時間 好我們用七年的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 藍色的這一條呢 就是這檔產品 他追蹤的指數 他在當年度的話 他可以配發的一個 殖利率的一個表現 我們直接看 他平均的結果 6.5% 很不錯耶 事實上的話 他是有機會會超過7%的 畢竟7%這種東西啊 他比較不是一個 常態的一個配法啦 所以我們在看這種產品 本身來講 只要呢 他在過去的平均水準 能夠超過6%以上 我覺得這就是一個 非常合格的高股息的產品 因為畢竟 股息率如果配太高 成長性就不會太好 所以這個是一個 比較相對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在看產品設計的時候 什麼叫做好的產品 就是呢 他在成長率跟股息率中間 他可以取一個平衡點 然後呢 讓他未來的一個增長的機會 有機會拉到最大 我覺得這才是一個 最好的一個產品設計 不過還是要提醒喔 這個是回測數據 所以也是僅供參考 老師啊 投資朋友 他們都很喜歡那種百搭產品 最好是基本款 然後可以很好組合 很好搭配 對 那如果說用00961啊 這一檔怎麼樣搭配 可以組出不錯的一個 投資報酬率的一個效果呢 以961這檔產品本身來講的話呢 雖然呢 他分散了可能大中小型的個股 然後也分散在不同的產業裡面 但是呢 畢竟他整體呢 還是一個所謂的個股的組合 所以我們就會建議啦 你還是要搭配一些什麼 債券型的產品啊 或者是說 一些貨幣型的一個產品啊 不一定啦 你自己去搭就好了 我哪知道你要怎麼搭呢 對不對 但是 我們這邊呢 會跟各位講說 為什麼你得要做搭配 存股票的 存債券的 然後呢 股債搭配的 我都幫你整理在這邊 那你會發現啊 唉唷 投資的過程 你知道大家都看什麼嗎 看報酬率啊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100%的股票 報酬率年化8.79% 不錯喔 不錯喔 可是呢 他的波動有13.19% 喔 這很高 所以你看 他每單位的風險報酬大概是0.66% 這個是我們換算出來的一個數字 那你如果改成債券的話呢 喔 你看他是怎樣 他的年化報酬 2.68% 唉呀 實在是低了很多啊 有點像雞的 十字無畏 七字可惜 對啊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可是你看喔 那為什麼我還要叫你放債券到底去幹嘛呢 因為很簡單 他波動率很低啊 波動率差了快3倍 你有沒有想過 他事實上呢 他每單位的風險報酬只差了一點點喔 高報酬的東西風險高 但是呢 他的整體來講喔 你如果以每單位的風險投報率來看 事實上他並沒有特別的好喔 但是我如果今天呢 是60%的股加40%的債會發生什麼事情 你的年化報酬會變成6.49% 年化的一個波動的話呢 降成8.79% 公體上面來看 你每單位的風險報酬變成0.738% 我今天在一樣是在扛風險的過程裡面 我每多扛一分的風險 你存股或是存債 你不會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反倒是呢 你有做一個股債的均衡搭配之後 你才會得到最好的那個結果 所以你今天在投資的過程中 你不能夠說 我只看報酬率來決定 我應該要怎麼做 有時候你追求高報酬 其實你也承擔了高貢獻 你不一定扛得住啦 我實務上要怎麼來做搭配 坊間比較熱門的一個產品 我大概有哪幾檔 譬如說 我們以 00961當成是一個主軸來看 我如果搭配呢 很熱門的 像那個00933B 這個國胎的10年金融債 或是另外一檔也是很熱門的 00937B 這個群翼的ESG投等債 那這兩檔的話 你不管怎麼去做搭配 你只要採用 那個6比4的一個搭配 你大概設計出來的殖利率呢 搭配起來都有接近到6%的一個水準 那其實這樣子還蠻不錯的啦 而且有00961啊 它的保管銀行是彰化銀行 它跟這兩檔熱門的債券ETFR 00933B跟00937B 剛好都是同一家保管銀行 真的假的啊 如果想要省會費啊 或者是說 想要用月配息的ETF 打造股再配置 這個就是很簡單 投資朋友可以參考一下 有些人呢 他就是不喜歡買債券 對 他就是熱愛股票 他就覺得說 我就是要多扛一點風險 多拿一點報酬 那這時候 你有沒有什麼選擇 我以前常常在講說 你可以考慮買市值型的產品啊 可是大家就聽你啦 005、001、6、208 閉著眼睛都知道 可不可以點心意 我現在投資的過程 他還有另外一個很有趣的習慣 是啥你知道嗎 他有一個品牌的偏好 或是說 我今天買了這家的產品之後 會不會呢 欸 我今天買了這家的另外一個產品 來做搭配的話 也許會有一個更好的一個效果 你如果真的有這樣子想過的話呢 還真的可以這樣子選 因為00961 它算是一檔高席型的產品 那可是呢 以同一家投信來講的話呢 它還有另外一檔00905 這個台灣Smart ETF 是 那這一檔的話 它是一個市值型的產品 2023年 你知道它的報酬率多少嗎 35.39% 哇 好不好 很好耶 對 那今年以來的話呢 32.32% 哇 其實這個數字 如果就我印象中沒記錯的話 應該跟0050或006208 應該不相上下對不對 沒有錯啊 不過 我們還是要跟投資朋友做一個提醒 看報酬率啊 你不太能夠看一年 就來下它真正的一個結論 因為畢竟像0050 那個2003年就 發行的一個產品 它的績效啦 它的每一年 在不同時間點的一個狀況啊 這些都是有非常明確的紀錄 可以查詢的 那像這個00905的話呢 它也是一檔很不錯的產品 但是它8型的時間呢 它畢竟 跟0050比起來 它的週期是稍微短了一些些啦 以目前的數字上面來看 2023年 2024年至今 看起來的話呢 也表現得不錯 比同期的一些其他市值型的產品的話呢 稍微提供了更好的一個績效表現 但是呢 未來後面 會怎麼走的話呢 我覺得還是以當下 市場實際的狀況 再來做一個判定 應該會是比較好一點的 因為反正這一支也不是業配片 所以投資朋友的 你喜歡哪一檔市值型ETF 自己做組合就可以了 然後你喜歡0050 00608啦 或00604啦 反正很多都可以選 就看你喜歡哪一檔自己搭配 對 你若真的有興趣要做投資的話 其實我覺得啊 那個不是應該是你自己的功課吧 對 沒錯 欸如果心臟大顆一點的話 你要搭配00757也是可以 或00881 你通通都可以 對沒有錯沒有錯 謝謝古宜老師的分享 來囉 薛人口頭禪來囉 投資獲利簡單上步驟 全對標的 定期訂閱Action 就完成了 薛人要提醒喔 每一位投資朋友的投資風險屬性不同 投資一定有風險 基金投資有重要的賠 升過錢還是要看一下公開說明書喔 投資朋友 你覺得月配型ETF 可以再增加什麼功能 可以讓你覺得更滿意更心動呢 歡迎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們分享喔 想要看更多的古宜孩子們 投資還什麼 幫我們按讚分享 訂閱開啟下面小鈴鐺 要記得打按全部開啟 才會看到我們全部的影片 Bye Bye Bye